再來看中華工藝電南館 從現在開始推出審馳議網 當中委政府工藝店 現場是在出場當中委藝書 20件的作品 15號再去時機板開幕燒 很多貴賓和電影的臨時 都特別在來參觀 陳中委老師的作品 正在中華工藝電南館正室 有一項作品都是藝書的心會 要來感受 團行 團統政府的16多工藝 今天能夠在賀西平宿 舉辦莊佛的各展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認識莊佛工藝 因為莊佛不只是雕刻 還有鞍金彩繪七線 那這個獨特的美跟大家分享 有空可以多來參觀 作品特色其實泉州派 它有12道工序 從粗胚 細胚 鞍金 畫色 然後包括有三道宗教科儀 那包括有繁複的研磨 才能夠做好一件作品 所以你來看型 就是像一件型 就要花很多時間 就要把它整起來 六甘町長科志鴻 跟文化局長張雀芬表示 陳宗衛這次電視20件作品 在台體雕塑 鞍金 插帥工師跟工法上面 都典現團統 抓住牌的風格在世 在陳宗衛心上 也來看到文化新團的希望 工序非常的多 可以說這次裝備 和新春的金星的創作 可以說這個工序 透過開錢 打牌 到餐廳 完成這個作品 可以說鄰居老師的 很多的一個巧思的創作 而創作出來 可以說這次作品非常的精緻 歡迎我朋友來到我們六甲 可以來到六甲 來做一個參訪 他的這個整個政府 受到各界的肯定 這次特別安排在 我們工藝展館展出 他近20座的大作 這些作品呢 其實都是他這幾年的 一個辛苦的一個成就 那也是來自各寺廟 那各收藏家 作品每一件都非常精彩 那他也是目前少數 這個能夠完成16道 傳統工序的當代新的年輕的藝師 希望我們各位鄉親 能踴躍參與這次的展覽活動 給我們彰化優秀的地址 一個新的機會 陳中衛因為憲署跟政府結案 過禮拜日 林甘國報 實際福利的問貨 新維世代書 修緯和團隊主 以團行專主派 政府計畫為主 典行孫秋間 計畫來進行跟建築 有憲署的鄉親 可以爭奧行賞 大中華新聞 林桂英 六甲蔡宏